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亡率均排到了全球第五 中国的新发患者与死亡患者人数已经占据了全球的55%左右 今天小关就来聊一聊食道癌的危害和预防 希望官友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对食道癌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据《浅江晚报》报道 2015年67岁的老林被确诊为食道癌 仅仅四个月后就去世了 今年9月 其儿子大林又被确诊为食道癌 家族内相继去诊的食道癌让家族其他成员慌了神 于是纷纷前去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41岁的侄儿小林也被查出癌前病变 其实 最近半年 大林就已经出现了胸闷腹痛等症状 一开始以为是胃病 但吃药后仍然没有见效 直到一个月前 大林的病情加重 到医院检查才查出是食道癌 随机进行了手术 五年前 大林的父亲同样被查出食道癌 由于发现太晚 老人失去了最终的治疗机会 仅仅四个月就离世了 老林的去世和大林的病倒 也给其他家人提了醒 最终植儿小林被查出癌前病变 如果再不注意 也有可能演变为食道癌 那为什么食道癌偏偏盯上了这一家三代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和吃的习惯有关 可以说绝大多数食道癌的发病 都是和饮食有关的 有临床研究显示 90%的食道癌患者都有不良饮食习惯 下面这些解忆引发食道癌的饮食习惯 看看你中招了没有 1.趁热吃趁热喝 这可以说是中国人饮食的一大特色 尤其是家中长辈们更是喜欢让我们趁热吃 在广东和福建地区 趁热吃更是成为了一种风俗 殊不知我们的食管粘膜耐受温度为40度到50度 如果温度过高就会造成溃烂 柳叶刀肿瘤学上又曾有过一篇研究显示 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 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 因为长期烫伤口腔和食道粘膜 会引起食管粘膜的慢性炎症反应 久而久之自然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 2.无辣不欢 这一点穿鱼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格外注意 因为过于辛辣的食物 极其容易损伤我们的食管上皮 进而导致上皮细胞变性 此时上皮细胞核酸代谢会受到影响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粘膜炎症 食道癌自然无法避免 3.食物太硬 这一点华北、华中地区已面食 如煎饼、沙子等食物为主的朋友需要注意 太硬的食物在经过食道时会损伤食道粘膜 也可能导致食道癌的癌前病变 4.爱吃腌菜 腌制的食物十分下饭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但腌制的食物中或多或少都含有硝酸盐或者亚硝酸盐 硝酸盐或亚硝酸盐的过量摄入其实也会增加患癌几率 其实食道癌如果发现得早 术后效果基本都很好 就怕早期没有被发现或者被误诊 导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5.不要过量饮酒 以减轻对食管粘膜的刺激 也不要吸烟 因为吸烟会让口腔、咽喉、食管部位染上癌症、发病因素 而饮酒中的酒精或者其他的化学物质 会使这些癌症发病因素成倍的增长 很遗憾 早期的食道癌由于并未出现扩散 没有非常典型的相关症状 到了晚期 根据其转移部位 可出现相关部位的症状 甚至出现骨瘦乳柴等恶病痣表现 不过食道癌的早期也是有迹可循的 当出现下列症状时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比如吞咽比较困难 在食道癌的早期阶段 部分食管粘膜会出现冲血、肿胀、糜烂等症状 这个时候吃食物会感觉吞咽不适的感觉 有时也会跟患者的情绪和食用的食物有关 症状会使有食物 有时还会出现微小食物 无法吞咽下去的感觉 无疼痛 即使不吞咽 仍感觉有义无存在 再比如喉咙干燥、胸闷不适 感觉咽喉不干燥 吞咽食物会伴有轻微疼痛 尤其是在吞咽比较干燥或粗糙食物时 会隐约感到胸部不适 像被堵住一样 但又找不到具体位置 再严重点就会感觉胸骨疼痛 具体表现为吞咽食物时会发生疼痛 并且能感觉到胸骨疼痛的具体位置 不过疼痛程度因人而异 会不同的感觉到烧灼、针刺、拉扯式等疼痛 又或者发生呕吐 因为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 食管的上方会出现食物滞留 食管出现明显的扩张 会导致患者出现呕吐的现象 这种呕吐出的大多数是粘液或者泡沫 食物残渣的数量属于少数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更加重视 可以到医院就一查看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就要提前针对高危因素进行预防 戒烟、戒酒那是必须要做到的 每周摄入酒精大于170克 每年抽年大于30包 都会增加食道癌的发生率 还要减少烟、熏以及辛辣食品的摄入量 尽量避免直接进食温度 大于等于65摄氏度的食物或茶饮 也要避免狼尊虎咽 以及进食过于粗糙干涩的食物 进食要细嚼慢咽 以免过度损伤、食道粘膜 适当摄入新鲜蔬菜以及水果 可以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微量元素 以及膳食纤维 蔬菜以菌骨类、衣菜花等为佳 其他的有富含杯的胡萝卜素、维生素C的水果 和非淀粉类蔬菜 避免暴饮暴食和进食后立即躺下 以减少卫食管返流的发生几率 并保持适当的体重 如果出现胸部后方稍左样疼痛 请及时到医院就诊 明确有无胃食管返流病 另外,以下这些高危人群要特别注意 首当其冲的就是家族纸细亲属中 有食道癌患者的 因为食道癌的发病常表现出家族倾向 食道癌高发地区 有阳性家族食者比例可达25%到50% 以60岁以上的男性为多 其原理可能与抑癌基因趋势突变 促细胞增反基因的异常激活有关 其次,年龄大于50岁 居住在食道癌高发地区者 比如中国华北太行山地区 陕鱼厄秦岭和鳄鱼碗大别山地区 敏越干交界地区 广东潮州地区被认为是食道癌的高发地区 可能与饮食习惯 人群易感等因素有关 再加上饮食不均衡 维生素、心、锡、木等微量元素缺乏 也会增加食道癌的发生率 在此,有不良饮食习惯的 比如喝酒、吃高温过烫的饮品食物 进食过快、食物过于粗糙等 都会对食道粘膜造成慢性理化刺激 引起炎症、增加食道癌的发生几率 WHO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 定义为独立的致癌因素 长池烟熏食物会引起压硝胺 真菌毒素摄入过量 与食道上皮异常增生 食道癌的发生率呈症相关 而常抽烟者会增加食管腺癌的发生几率 然后就是患有胃食管反流病者 主要与胃酸逆流、灼伤食管粘膜有关 在食道粘膜反复修复 在受损的过程容易导致食道癌的发生 已经诊断为食道炎 食道粘膜上皮重度增生者需要尤其注意 又或者是食道曾受创者 比如既往曾误实附着性液体 导致食管灼伤者 在日后会比常人更容易发生食道癌 上述这些高危人群 一般建议三到五年进行一次内境检查 假若已经出现低度不典型增生 应当在半年到一年进行一次内境检查 以确保不会漏诊早期食道癌 对于高度不典型增生 通常建议进行医学干预 当然了 身体健康的官友们也要注意养生哟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在今天的节目中 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别忘了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哟 喜欢小关的话 记得点点订阅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